主持人的介紹 好那感謝主持人這邊的一個介紹 那在今天早上第一場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來一些我們臨時影像平台的一些東西 那在我們正式進入之前呢 我們先來想念一下說 將我們的這兩天的一個活動呢 其實是想念開放就是基金會 以及今年的其實有一個主題 就是在最近比較熱門的一個AI應用上 那其實在今年的一個探討主題是說 Open Data to AI 它的這一個過程路徑跟未來的可能性會是什麼 所以說從開放數據 從我們現在的一個情況到我們未來的一個可能性跟發展 那我們想要去了解跟呼應這個主題的時候 所以才會帶到今天 我們為了想去了解未來的一個方向 而回過頭去看過去到現在我們做了哪些東西 所以說在今天第一場跟這邊才 以這一個獎題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以及交流 那目前我們是在隨途保持局服務 那同學在執行一些相關的計畫 那從歷史的一些照片 我們從過去會去回顧跟了解說過去發生的一些事件 跟我們做了哪些的努力 以及到我們現在來說 在科技跟數位基礎的一個完備之下 我們其實整合跟儲存很多不同的資料 那我們會以自己隨途保持的一個角度 然後跟過去合作的一些經驗來看 那在第二行其實大家會覺得我們有一些奧頭 開放資料資料開放 他是同一件事情或不是同一件事情 又或者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在哪裡 或許分享的過程 我們再跟大家來慢慢交流 我們今天大概25張的同影片 跟大家做一些案例跟系統的一個分享 好 那麼我們從剛剛提到說 我們想要去了解未來的一個方向跟趨勢 或者是一個可能性 以及我們今天藉由隨途保持的角度 以及過去我們做的東西 那在這邊我們先引用一下 在藝術界保羅高跟 他有一幅畫做自己大基地為主題 那他回答那個藝術界跟德時界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是我們是誰 那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又要往哪裡去 那其實這一個觀念 從時間過去現在未來 其實是可以貫穿說我們在整個開放數據 開放資料的一個運動 跟往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 在在最左下角的部分 其實資料本身 在這幾年我們逐漸了解到 他是很重要的 或者說他有其他的一個價值存在 我們如何去發揮這個動機 所以我們在開放資料的一個過程 我們藉由一堂資料的一個保存 然後轉換成資訊或者是產品 那在一些業務紀錄的一些報告 像各位可能工作商產生的一個報表 或是在學校裡面 我們在學期的過程 也有收集資料整合產生出力 或發行報告之類的東西 那漸漸的就會產生 中間我們在像服務的API JS組織跟資料 這三個東西 我們以現在在開放資料 我們所謂的比較 精確的open data裡面 他包含了這三種類型 已經有建制成可以提供機械 或者是開發應用的API服務 以及 GIS的地理資訊的圖資 以及我們一般的 大概Excel跟World 可以處理的所有資料的一個 基礎的資料集 那因為我們在發展了一段時間之後 不管是我們自己本身 或者在目前交往處發布的 data.gov 平台上的這件資料集 那其實都有經過這些過程整理 他去follow一個統一的可視 產生了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 開放資料的架構 那這些資料呢 他並不是說只有保存產生 他其實是為了很多的實際應用 跟業務上的一個目的 所以中間過程可以看到我們 逐漸往複雜的部分跟應用的部分走 中間會有研發報告 其實呢 就很像是大家常聽到的 研究計畫 國科會計畫 或者是專案計畫 那學校呢 我們會走進去研究 或者是應用 或者商業上 我們有明確的問題 然後去解決 到最後 我們 想念說今年的題目 我們會講到AI嗎 其實還不會講到那麼的遙遠 即便像目前的chat dpt 他其實效果還蠻有趣的 但是在這個之前 我們用在實際業務上 我們自己的三個案例 去分享說他的應用概念是什麼 那麼我們最後再來回顧 從資料到AI的這一塊 AI他最後的一個想像 可能會是什麼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先從目前開放資料 也就是比較常見的 而且Follow一定格式的open data 這三種類型 先來看一下說 我們在追逐保持這一塊 以及我們機關上 目前有做出來的一些成果 以及各位 其實都可以直接取用的 一個位置跟資料庫 在目前追逐保持 我們自己目前有兩個資料庫 從對外跟應該說 包括整個法規 底下 左邊是已經比較給速發部的 資料開放平台 它是data.gov.dw 以及說我們所屬的上級機關 是農業委員會 所以呢 那我們機關本身 也有整合一個data coa的一個網站 目前 我們機關的所有台灣資料 都已經整理完了 上述三種類型 在這邊的網站上都找得到 那同時有一些API服務 不僅是我們自己有host 那在農委會的平台上 也有針對我們自己的API 想去做講話 後續我們會慢慢談到 那剛剛提了API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像我們 我們右邊 我們自己在有許多的機器系統服務 有建制 也有你的source的來源 那這些服務呢 不僅我們自己 有些系統都有發出去 同時也提供不同的機關 應用或者是研究應用上 可以讓公務員來申請 或者是機關建設專案合作 那同時在這些API 他其實後續也有一些價值的應用 以及說我們農務委會平台上呢 他其實有針對我們的source 去host 額外的API 去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或者是方便管理 以及所有等等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資料的一個格子型態 另外一個是這幾年比較常見的 GIS的一個型態 那這邊呢 以我們目前 稅保局留在公報網站 建置的一個生態點核開放專區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 整合完之後的一個結果 那同時提供民眾參與 也提供說我們的一些參考資料 組織跟公開的資訊 最後整合化的一個東西 那麼他在依據 就是右下角這一邊 可以看到這些生態的 檢測區的一些相關資料 那他也有做成的公開資料 上去釋出 那因為比較新的版本 可能還在做調整 當然會後有興趣 大家也可以再交流一下 那這個就是GIS的型態 一個目前 像以我們自己的案例 開放資料本身 以及開放資料 應用在我們的業務 以及跟民眾的 合作窗口 資訊公開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比較基礎的 在剛剛我們的一個分類 用了兩個軸線去看 在資料本身 他資料集 他是相對基礎 相較於其他兩個資料的形式來說 他是比較簡單的一個 機拍資料 建置起來 然而他就是 剛剛提到圖資 以及我們要建成API之前 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這些資料 他如果沒有先被 像以相關的一個格式 組織起來之後 他後續的加值 檔案的轉換 或者是服務的建立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說這三種 資料集團不僅是 目前Oven Data 常見的三種集團 他本身的觀點性 以及說他的 護衛基礎 應用的一個 相關的連結 其實是有隱含這樣的 一層關係存在的 好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 開放資料和Data 講完了之後 那我們 試著去想看看 除了Oven Data以外 有其他的資料是開放的嗎 或者說有其他的開放 形式嗎 那答案已經是有的 不然我們演講 可能就在這邊畫下去 對 那在不同於Oven Data來說 其實Oven Data 他的背後 可能相關的公務機關人員 或是來做研究的老師 或是專案的夥伴 我們知道在開放資料 他其實後面的成本 會處理這樣幾個很辛苦 那再加上說 他有很多的一個限制 跟資料的一個流程 他會要跑很久 所以說在這個形態之外 我們有一些盤點後的資料 有一些有價值的報告書 或者說在這個過程 從資料本身的保存 但是他並不一定適合剛剛的形式 或者說我覺得很有價值 那在機關這邊 也希望提供給民眾知道 或者是參考 但是呢他又沒有辦法 或者說我們要避免他 受到開放資料 Open Data的法規限制 Open Data有一個第一 醫生家的設定是不可撤毀 對那實務上是不可撤毀 規定上可以 但是就我了解的部分 大家其實都是希望不撤毀的 那這個情況下會產生一些很大的問題 是資料的更正刊物 以及說我資料在更新上 然後我舊的資料怎麼樣去做處理 以及說他來來回回的時間 其實他的時消息都失去了 因此我們在開放資料的形式之外 我們有一種醫生請提供 或者是我們用公開的方式 提供在各個機關 或者是相對一個主題服務 或者是耶路窗口去提供大家去 另外一種資料公開的方式 然後在這邊用三個我們 水準保持之急提供的網站服務 然後當然後續呢 我們的這一些簡報 也會請主辦這邊 那時候開放到網路上 或是待會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先過來交流 那也可以先call給各位 那在第一個則是歷史影響 相平台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 啊收集了一些歷史的災害照片 那同時我們在上面 哦 逐步開發的一些功能 讓民眾也可以上傳資料 那同時參與到我們歷史影響 負責的一個建置跟應用 同時他裡面的資料 我們也將他 呃 藉由資料正規化 那提供API的相關服務 以及我們在這兩年其實 就是研究跟下了一些影像電視的 像是標籤級 訓練級還有一些功能 放在裡面去做點發跟嘗試等等 那以及說第二個 呃目前我們將我們自己過往 還有業務還有一些資本的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發現說 在我們的 算是 業務範圍內 也就是台灣的整個參國地 這些參國地裡面過去有做了相當多的一個規劃 調查或者是一些實驗 這一些資料呢 他其實是相當相當珍貴 或者說他就是反映的過去到現在 整個環境的一個變化 未來不管是在氣候變天下的各種議題對策 或者是我們目前的管理應用場 他其實都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再加上說過去我們的系統建立了不少 我們的各個單位他的資料結果很多 所以我們用整合的方式 將他改版 我們用新的一些格式 新的連結方式去方便大家做查詢取用 但是呢他就不是完全的開放資料 那Open Data的部分在我們先進調查資料 也就是中間這一個資料管理平台裡面 也是有連結的 那裡面也包括了我們目前建置的API服務 還有我們長期的一些觀測監測資料等等 那包括後面也是跟我們自己的業務系統 是有多連結的 那在最後則是 哎像剛剛的路徑圖 然後大家又想到說 稍微在右上角邊是有一個研發的那個步驟 或者是做研究 或者是我們投入應用研究應用測試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他會產生許多的研究報告 或者是計畫成果 那當然有一些是證明了某些方法可行 某些方法不可行 那有一些限制跟目前的技術成熟等等 這一些的一些報告 以及我們不同的像是3D的一個模型 或者是我們每年都會有一些創新研究計畫 去試著做新技術 更新一級的導入的研究 這一些的資料 他都會放在我們的 技研教授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先從例子項項平台 他已經從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完民眾參與 以及他的像視覺的呈現 或者是他來成API的一些服務方式提供 以及增加像一些訓練級 比較便是訓練級的一些資料 那在這一個平台裡面 或是大家可能有空的時候 或是待會也可以搜尋跟你們看看 那上面有收納的一些功能呈現方式 最主要的呢 就是 周期 像是重要地景 目前我們開放的重要地景 跟待會世界 去放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那這裡面呢 他整合哪些資料 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上傳完 不管是我們自己上傳的 或是民眾參與 或是我們的合作專案夥伴 我們在上面會有照片 會有他的授權 時間 一點 那還有我們針對像是EXIF 或是一些視覺化的一些操作 分享的方式等等 那上面可能就會有一些 單獨的影片ID 分享連結這一些 那這一些資料本身 他都 有些都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他 在過去沒有完全等的進來 或是放在報告書裡面 或者是先看看完等等 就沒了 那我們這一邊 將引項資料 文字資料 時間跟座標資料 都能放在一起 建置完成之後 其實就能夠對我們 不管是做報告 做管理 或是針對 之前我們合作過一些地方文實的 老師 社區大學 或者是 GIS 開始在108特大的應用等等 都可以作為這些應用發展的一個基礎 那在裡面這一些的一個資料 我們發展說 在過去 我們用一些視覺呈現的一個方式 讓這一些資料能夠變成是一個產品 或者是提供一個紀錄 或讓我們去看到像是趨勢 地區的特性等等 然後我們也在近幾年開始 做一些修改 然後參考了像Google的一些 界面上的操作 或是大家的習慣 我們下去做改良精進 其實這個都會是一般政府機關的操作流程 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對 只是說操作的一個就是精進的方向 我們是朝 微運為主還是新功能為主 或者是跟業務上去做整合 那這一些一定不同的機關屬性 會有不同的方向調整 那我們整合完了之後 來做一些 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說 他怎麼樣上傳 上傳的介面大概是有哪些 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我們可以做到的是 我們檔案上不僅電腦會上傳 手機行動的業務會上傳 上傳之後電腦的一個解析 我們得對欄位資料 或是授權的一個選擇EXIF的解析 坐標的處理上 我們都大概有監視到說 我們能夠用半自動化的方式 去做更智慧化的輔助 好那上傳之後呢 再進到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有建置說 將一些功能 就是只要照片跟資料有進來 不管是照片本身 他就有帶 在資料 或是我們後續去回溯去增加 那我們的系統上 可以將他整合到同一個 同一個物件頁面裡面 那同時他也會創接到 我們待會要介紹的 就是資料平臺的部分 那左下角這裡 那左下角這裡呢 各位如果到系統上 在以外部來說 可以看到說有一個API服務的部分 那我們已經建置完的服務 包括一起向平臺 其實都會發表證明 那在一些授權的選擇 以及我們自己開發的API 那其實在挪回這一邊 啊資訊中心也為了促進 相關資料的一些應用 我還有把API的資料 自己host 一個新的API Server 去增加了一些 他們覺得比較有幫助 或者是他們想要應用的一個方式 在過去他們host 進來之後呢 是增加了一些搜尋的 宰選的功能 還有一個多重就是and all的一個條件 那但是它都指向 我們B10項平臺的原始資料 所以可以額外做一些價值的應用 那在我們過去的合作夥伴 那像是資金文石館或是科技園導演 就是我們都一直都有在合作 收入影像 或者是我們在過去 在前幾年啊都有 像是跟社群GDP 或者是工資協力的部分 去增加這方面的一些應用 以及說有些照片 它其實缺乏了一些時間 跟地底坐標的東西 那我們就需要慢慢的用人工的方式 去把它給補回來 補回來之後 就能夠做到說剛剛提到的 欸我們將這一些資料補充上去之後 它能夠提供服務 它能夠提供更完整的資料 那在更完整的資料放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趨勢 或者是作為教學跟認識我們環境的一個基礎 那在中間 像是這些都是定位的部分 或是裡面一些小功能的部分 就這樣就稍微的跳過 那其實都 一直說在 號召或者是期待說 有更多人參與相關的一些應用 或者是提供相關的一些協助 那以及我們在前幾年 其實跟明天社群合作 還有蠟子這一邊 也有 將他做一個延伸的一個應用 那思源地圖是當時 總統被獲選為卓越管隊的其中一個延伸產品 他裡面也整合了 呃我們傳統上 就好像覺得哦 流域自己大家都分的好 還有有沒有接合作 怎麼樣的 然後在當時 我們就以資料交換的一個想法 還有水環境做一個觸發的主題 像是在右邊 我們看到我們合作的單位 其實大家的 呃 貢獻以及 屬性其實都相關不同 還是在流域上來說 呃 人水利署跟我們 水保自居還有零物局 跟環境保護環保署 其實都有參與到這個專案裡面 去貢獻自己 基本權者的一個部分 哦那這個 哎當然這個工資也蠻多的 而且還在進行中 但是也是很需要 人力的投入 哦那 他的本身的Source Code也有開放 他 是我們團隊裡面工程師阿嘎 他非常的厲害 對 啊以及說 他的底圖是用Fbox 那一些技術細節也歡迎後續再做交流 那這個系統主要是說在資料的整合上 搭配民間的一個技術 或是第三方跟商業的主台上來說 他就可以達成一個 我們 可能 機關不會做到 但是民眾有需求 或者是社群有能力 但是 呃 他很難在其他地方實現 可是藉由資料的開放 服務的提供 能夠藉由社群專案的方式去達到的一個案例 好 那在 接下來就是看到我們 資料的一個平台的單一戶口 好 那這邊就可以稍微去提一下說 我們是提到 資料的 開放資料跟資料開放 他到底會差在哪邊 因為在早期開放資料 他的程序其實相對複雜的時候 在政府開放的作業原則裡面 那其實有用一些方式去提供 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將資料公開 那這個他就是所謂的 將資料開放 公開出來的一個方式 那比較實際的名稱 可能是醫生群提供 或者說就直接公開到網站上 然後藉由政府資料公開 去框整個網站的授權 大概有這兩種方式 那在這個 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其實收入的不僅是 我們自己開放資料連結 然後像樣資料其實就是編補資 以及我們現地的調查 有包括像很多水溫資料 這些是比較偏專業的 但是裡面呢 會有許多的 重要的研究基礎 跟一些材料都會在這邊 包括 如果是水乳保持類科的 可能在水乳保持規範 那或是我們最高手測裡面 會有看過 R值跟K值 降影充斥指數 跟不量充斥指數 那這個 在我們網站裡面 大家 進去登錄之後 用過單號登錄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選 K值跟R值 這個是近期 我們業務主 在研究成果裡面 做出來的 參考 研究原始成果 K值跟R值 526點跟323點 那這個是可以參考跟計算的 當然這個是在專業內科 或是各位有在 業務相關的話 才會碰到 那或者是說在一些業務的結果上 像我們 有 機關其實有肩負土石流警戒 調查的一些業務 所以在246網站 那為什麼叫246呢 因為台語就是90 我們就叫做26 那單詞就這樣含名一下 延用至今 所以各位搜尋的話 你要找我們 主持有相關的網站 打246就可以找到 但是呢 他好像會在第二名 第一名好像叫246線的公車 那就是 一個比較方便機的名字 那這個網站裡面 就可以看到說 在相關比較規模龐大 或者是崩塌 或者是有一些豪雨 嗯 土石流的一些影響等報告 他都會藉由開放的形式去提供 大家對環境的一些知情權 以及我們政府對於 業務內在開調查的一些結果 跟程庫 其實是可以分享跟公開 給大家做參考取用 同時做一些像是 案例記錄研究所需等等 那最後在 在這一塊 都在這一段裡面呢 就是我們 最後在自己 技藝小組 其實是有幫一個平函 那我們將我們的 相關所有這些研究成果 或是因為研究成果所產生出的 不同的開放資料 跟研究報告書 或是連結 都放在我們的這一個網站裡面 那從這個網站我們去串接 剛剛所提到的一些像是計畫 技術的處理 還有我們資料的一個整合研發等等 那研究成果開放資料 一種開放的形式 以及它所包含的這一些 所有資料的可能性 那藉由說我們 純保資局已經有建置 而且持續在發展中 回運中的 不管是網站服務 整個入口 或者是開放的研究報告 以及業務資料來說 那麼在這兩種 形態跟開放的資料之後 我們就回過頭 我們在最初所提到的 我們要走到AI之前 它的可能性會是什麼 但是我們今天不談到AI的時候 我們先談這些基礎 跟我們研究完的成果 在我們的水保領域裡面 它的應用會是什麼樣子 當然我們自己專業的領域 或者是現在直播 多淺的一些夥伴 其實都會比較熟悉 但是如果是跨領域的 或許可以了解一下說 在水保領域 還有政府機關 它會製作什麼樣的應用等等 好 那在這邊我們取三個例子去介紹 你可以先看一下 在 中間其實有一個物理模式 那我們在 領域裡面會講說 這是雕樹脂模擬 這一邊是在過去 2022年台北基隆幹治療事件 它有一個回憶點的波幣 那藉由長時間的一個下雨 以及其他相關的一些因素 所以它產生了一些災害滑下來 那在這一些資料 我們剛剛提的 像是GIS的一些應用資料 以及我們藉由公開產生出的數值 地形 以及在過去許多的開放資料 像是土壤圖調查 或者是有一些參數 那這一篇 這一篇配合也有公開在我們 GIS交付的官網 以及說它平台會的手指產品也有 而且這個數值模擬模式 本身是開放的 也就是在場的各位都可以直接去下載 然後你可以用20米的國土開放資料 那以我配分裡面的參數 你可以做出這個結果的88 然後都是開放資料 然後都是你可以參與的 只是說它需要一些比率的基礎知識 那像這個模擬的過程是 我們在事後發現這個災害出現了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之前是怎麼樣發生 發生的過程是如何 或者說它可能產生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藉由事後的資料 藉由 開放的開放資料的一些調查成果 我們可以去模擬出很接近 應該說可能的一個發生過程 去做為我們後續 不管是案例延期 或者是去解析說未來的一個對策 規劃設計等等 那以及說在現在 在這個以這個模式來說呢 它是模擬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所以藉由資料 要它收集的夠完全 我們可以重現過去歷史的事件災害 或者是我們想要了解的一些現象 然後現在就是以現在的一個過程來說 那我們對於現在的環境 我們的業務上或是資料 應用上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嗎 以這一個 這一個成果來說 它是我們應用 內政部的一個來檔 就是山區它數值地勤的兩期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藉由一些分析整合之後 我們可以了解到 哎現在的環境 那在資料收集到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用更客觀更數據的方式去了解 哎這個我們的上流 它我們都講說很危險 或者是在九二一大疫症 甚至是摩朗克颱風之後 它的影響是如何 那它恢復了嗎 哪邊比較有危險 或者說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甚至說在天氣的一些變化上 即將氣候會有影響 但是影響多大 那降雨的影響多大 包括說像我們現在水部缺水 那水部缺水吧 我們下一次如果遇到大乾旱之後 又有大雨 或是長時間降雨的時候 那它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藉由這些資料的取得之後 我們就能夠避免過去可能只能用經驗 或者是有限的資料去推估 我感覺或者是我評估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說 在數位資料的基礎上 我們可以有更明確的一個數據跟參考 那我們去找到說 哎河道上它其實是有沖刷刷生的部分 刷生完之後它慢慢往哪邊領 然後中間河道的時候發現它有堆積有土色 然後再往下的時候 哎它又慢慢的被沖刷下去 那大型的一些崩塌 它其實會有產生 哎它的土沙土質料源 是不是還有卡在上流 或者說它移動到哪一個局段 這個是可以提供給我們更多的一個資料 跟更客觀的數據 去幫助我們判斷對策 同時也能夠藉由業務跟民眾的互動 去保全民眾跟生命財產的一個安全 好那這個我們看完了 我們在資料應用在對過去的瞭解 對現在的瞭解上 對未來的瞭解 我們可以怎麼去處理 那剛剛有提到我們有很多的研究報告 放在我們紀元招數的官網上 那我們紀元招數還有另外一個業務 就是放棄研究計畫的部分 在過去2020年的時候 就是有持續在跟我們大學的一些孟勳老師 去做很多研究 去研究說未來在機率地震發生的一個位置跟影響之下 它可能可能產生的危害或者是相關的影響顯示 所以在我們剛剛提的我們能夠有足夠的資料 我們能夠察覺過去的一個情況 或是說找出災害發生的機率跟潛質之後 再搭配長時間多期的對環境的一個瞭解 那麼在過去跟現在的基礎上 我們是不是就能如同最右肩這一個研究計畫裡面 我們能夠對未來做出一些預測 或者是猜想要說最好的情況 最差的情況 是不是能夠爭取到一些時間提早做準備 所以說在我們的業務應用場景上 其實是有這三種場景的 接著這三種場景應用完 其實大家可以對數據可以在現在業務上的應用 或者是應用到未來 甚至是AI的一個形態 它可以輔助我們做什麼事情 有一個大概一點點的了解 好 那當然我們還沒有走到說完全AI輔助 或者是CHATGD它很相對完整的一個結果 但是在我們中間 我們在整個領域 或是在FB社團 過去我們目前都有在持續運作中 去分享說我們這個領域到底在做什麼 以及災害 最主要防災的部分 詳細一些發展技術的交流和討論的論壇 用不同的形式 那再包括說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會借油美一個禮拜 禮拜二 我們一年大概會安排40場到45場左右的成名 那雖然說是在平日 但是我們後續其實都會剪輯 並且去保存這一些知識 計畫成果 以及去做不同媒體跟管道的一個擴展 所以在這一塊就只有額外說 我們將剛剛提到所有的資料 所有建制的服務成果 以及我們在應用到一些研究研發上的一些小新 那還在嘗試中的一些資料 我們在藉由這樣不同的方式跟匯整 去讓他接觸到不管是我們自己領域 專業領域裡面的人的產官學員 甚至社群 或是 將他保存下來作為一個支持庫的部分 那這一些的做法 其實我們在這邊可以先下一個小小的結語 在開放資料 我們要回答最初的問題之前 其實開放資料本身 或者是資料開放的過程跟處境 他其實是一個工具跟一個價值的過程 但是呢這些資料 如果就是在我今天分享之前 或是在昨天我們同事的其他社群分享之前 如果各位不知道這個東西 或是過去沒有使用過 或者說在資訊接收的我們講 所謂的同事證 沒有辦法接觸到這個東西 那其實對還不知道這些的各位 對你們來說這些資料就是死的 他是不存在的 只要你不知道那他 有不對你來說不存在這個資料 對我們來說存在 那久了之後知道的人多 他會有辦法延續 可能跨領域的合作 領域上的深化都有可能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跟他無緣 畢竟育動 走了兩個都沒有 所以說在開放資料的過程 甚至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一個 入境土慢慢的一個發展 他其實隱含了生命週期的一個改變 他從最簡單的一個原住材料 然後慢慢的發展成可能是一個方案 是一個資料庫 甚至是一些成果的整合 但是最終他會回到說我們的需求 也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情境是什麼 因為這個情境會讓這些 不管是資料服務產品 他能夠去展現他的一個價值 他的存在本身 他存在 對但是存在之後他還要被制造 被開放 對不是說必須的 存放在可能資本的資料 很可惜 而且資本的資料放的不好 就被重置掉了 對 包括這塊的話可能在 檔案 檔案局跟每年的一些機檔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是像博物館 博物館的史料典廠 人數據典廠 還有早期台灣的數位典廠計畫 其實都有相關的一些研究 跟不同領域去對待實體資料 數位資料的一個操作 但是那個領域很大 今天就先不提到那麼深 好 那回到說這個資料開放被知道之後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部分是 開放資料帶來的效益是資料的流通 資料開放的如果說我們看得到 但是呢 他一些細節的資料 甚至說他原始的資料 比如說很簡單 我今天開放一個統計表 但是是PDF 讓大家使用起來就很辛苦 或者說我還要自己手提 我還要自己做轉換 但是我如果能夠想應PDF 他當初的原意是希望大家能夠 在通用的軟體上去開啟 但是呢有一些原始資料他難以抽取 那我們如果再增加XML CSV 或是JATER的方式提供 哎那我們在應用上跟價值上 其實就可以更為方便 那在流通上他就能夠獲得他的效益 這個也是當初在開放資料 他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跟精神 那在流通之後 他就可以由剛剛提到的 就是在以我們瑞瑞寶的案例來說 他就有應用的一些可能 不僅僅是我們機關應用 也是社群專案合作應用 以及在像是 不管是商業上的合作應用 或是廠制解決性的問題跟跨領域上 他藉由這些應用 就能短化出他資料 原本的價值 那在呃 在更早 更早的一個 技術建制的時段 也就是在大數據的時代呢 呃 他講的都是 然後資料的價值 但是其實當時的資料價值 要經過 呃 五年十年到我們現在 其實整個成熟跟應用之後 再加上剛剛所有的 條件水稻取程 他才有辦法慢慢發現 現在他實際的一些價值 那同時這些價值 因等而異 如果說剛剛這些業務 都會住在 嗯 市區 他其實對你來說關於不大 可是如果像你住在台北 像你住在陽明山附近 或是像我們待會養者 或是有相關的原住民部落的一些背景 我住在山上 旁邊都有崩塌 或是有很多其他相關的因素 哎 那這些資料 跟這些成果對我來說 價值就會很不一樣 齁 所以說 這一些情境總化出來 所衍生的 其實會回過頭去頂移過去我們數 數年跟跨單位建置的一些基礎 去驗收說我們當初建置的這一些 資料到驗證的價值 才會在現在去做呈現 也是做為我們通往未來 AI發展應用的一個過程跟基礎 所以說在資料 他本身的價值需要經過 不僅是開放的過程 還是要持續的針對 像不管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操作 也不僅僅是採作為政策的通通 或者是資料的讓民眾知情產品 那更重要的是在藉由這些過程 然後資料形態不斷的轉化 從產品到服務一直轉化 到針對我們特定的情境 目標業務 或者是各個民態關係人之間的一些協調 要討論 但定義出這些問題情境之後 這些才是未來在 不管是我們的這些資料 或者是協同 目前已經有的AI應用 像是影像辨識 像是Stable Diffusion 他可能是做文字與圖像 抽象與具象的結合 那藉由資訊工程的藉由專法 做成一個相關的產品 或者是像CheckGPT 他的本質其實就是 大量的文字語意資料庫 加上能夠拆解的連算法 以及他呈現連結的一個方式 他的本質其實都不是新的 而是技術上的進步 將過去許多領域裡面的comment know how 他結合起來變成一個成果 這些都取決於他的應用情境是什麼 所以說應用情境的尋找 以及說對各位或是直播前的朋友 不同的角色 看待這些數據應用的情境 都會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資料本身、服務本身 這些都是固定的 但是首先又是剛剛講的 他要先有 他要先開放 然後你要知道他 那知道他之後 他對你有需求 或者是你有生活上的一個痛點 甚至說你有興趣 這個才能引發說 能夠整個這一些所有的東西 去產生我們最後對AI應用的一個想像 好 那這個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跟各位分享跟交流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時間就是在看看說 所以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是有興趣問題 甚至是在今年 今天都會待在附近 也歡迎大家來提問交流 以上謝謝 好 那個感謝優博的分享 然後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的 請問一下 剛剛剛才又變一個機率 一個台灣未來的機率組 請問那個資料在哪裡 是 這個的話呢 如果你到搜尋技術研究小組 在 技術研究發展平台這一頁 對 對 那你搜尋完之後呢 在研究成果這裡啊 嗯 我記得是研究成果 不然都是下一個 他會有一個創新研究計畫 那你可以找一下2020年的部分 啊裡面有先鋒軍老師 他做的一些相關研究 但是其實在更原始的資料會是國政中心 我記得應該是馬國鳳老師跟相關團隊有做 那這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其實真的 東西很多來不及講 裡面其實還有我們 呃 這兩年開始寫的電子報的專欄 那在近期 因為土耳其地震的部分 我有寫一篇在民間社群 還有台灣 地震研究中心相關的一些資料 所以其實呢 各位夥伴跟剛剛提問的 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裡面的一些連結 對或者是說待會如果找不到的話 待會可以跟我這邊詢問 我也可以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以上